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月下毒瘾淚是情意 流水不负一世神情 只剩回望太匆匆 此生独守情与愁 只愿与你常相守 无边似于心如愁 朝来暗雨起回眸 你在哪一方停留 天罗有情意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印记 落在我眉运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罗有情意无情 万丈红尘我等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满满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天罗有情意无情 爱到最后要分离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轮回的印记 落在我眉运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天罗有情意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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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丈光尘我等你 用你的牵挂 燃尽我白方 痴痴天涯你终未远离 天罗有情意无情 伟羊 你起来了 气色不错 伟羊 你不会再做傻事了吧 对不起啊 让公主担心了 我自己想了想 你说的是对的 我一定会找出杀害白旨的凶手 不会让白旨死得不明不白 我一定帮你找出凶手 公主 昨晚好像 我听到有人在弹琴 公主又没有听到 没有啊 大晚上的 谁会在宫里弹琴 一定是你听错了 好了 我让肃心帮你准备了早点 你快趁热吃吧 来 我就待您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殿下放心 属下已经安排好了 公主很快就会有结果 我还有公文要处理 你让人送点醒神的汤药过来 殿下 你已经为了魏阳姑娘的案子 操劳过度了 昨天又为她弹奏了一夜 你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在实力上 我本来就不用头发欲 在公务上我再不努力的话 怎么能让皇爷爷看重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那我先去了 殿下 好 儿臣拜见父皇 孽子 不知儿臣何事 惹怒父皇 你竟敢吓死毒手 谋害你的侄儿 你还敢问朕为何发怒 父皇 儿臣冤枉啊 不知是何人 在父皇面前诬陷儿臣 儿臣绝对没有做过 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诬陷你 难道你要朕 把人证带上来跟你对峙吗 人证 什么人证 拓拔汉以为他已经把 所有参与谋害拓拔郡的人 给杀了 却没想到我救了几个 就为了今天 殿下 不止围场谋害高阳王一事 还有之前 东平王企图私吞盈矿一案 也会被爆出 父皇 父皇 儿臣冤枉 请父皇相信儿臣 这些定是有人故意找来 诬陷儿臣的 父皇 请不要相信他们 私吞盈矿 暂且不说 俊儿可是你的亲侄儿 你居然下此毒手 你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是不是下一次 你就要谋害朕哪 父皇 儿臣冤枉 儿臣冤枉 儿臣冤枉啊 父皇 儿臣明白了 是拓拔鱼 是拓拔鱼诬陷儿臣 这些人都是拓拔鱼找来的 因为 因为之前儿臣戳穿过他谋害皇后的事实 他一直对儿臣怀恨在心哪 他这么做 就是想转移父皇的视线 父皇 你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他才是心怀不轨之人哪 混账 事到如今 你还想叹咬他人 朕怎么会有你这种孽子 父皇 儿臣冤枉 儿臣冤枉 儿臣冤枉啊 儿臣冤枉啊 李大人到 儿臣冤枉啊 陛下 什么事 经召引大人报了一件案子 臣不敢做主 特来禀告陛下 什么案子 是朝廷官员与地方勾结 圈地营私草菅人命的案子 朝廷官员 所告何人 是 他还得很强 我终于以后 今天一大早 便有两名农夫 在金兆府前七股民冤 状告东平王勾结地方 圈地营私草菅人命 现在皇上应该已经知道了 殿下不是属下干的 属下根本没有及其证据 怎么可能瞒着殿下贸然行动 这么大的事不可能是巧合 看来 俊儿也按捺不住了 要出手了 东平王圈帝迎死一案 众卿认为派谁去审理何事 儿臣愿审理此案 高云 老臣在 爱卿有何建议 高阳王公正无私 明达死方 臣举荐高阳王审理此案 臣愿审理此案 臣必当公正无私 不让陛下失望 在围场谋害你的人 就是你的皇叔东平王 你并不意外 可见你早已知情 我和母妃也有所怀疑 只是不能肯定 你母妃 并非藏得住话的人 她未告诉我 定是因为你的劝阻 早知道皇叔会做那么多错事 当初我就应该跟皇爷爷说出我的疑虑 是我的退让 姑息了她 朕纵横天下 手中鲜血无数 却没想到 有一天要面对子孙骨肉相残的局面 我父王曾经说过 生在天下 有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过去我不明白 如今我却不得不明白 你明白什么 骨肉亲情 抵不过权力的诱惑 兄弟亲情在利益面前不值一提 请皇爷也放心 孙儿不愿做无情无义之人 这次孙儿在审礼皇叔案件的同时 也不会忘了我们的血脉亲情 必不会赶尽杀绝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卫阳一个人在宫里 也没个人照应 真是担心 卫阳聪明鸡警 玉室自然会逢凶化吉 没事的 没事的 祖母 七姨娘 长如啊 你来得正好 你经常入宫 你可知卫阳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二姐前几日 刚被升为换衣局粮食 好着呢 你别骗我了 白纸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 怎么了 长如知错了 长如本来怕祖母担心 想报喜不报忧 可既然祖母已经知道了 长如也不敢再隐瞒 二姐她很不好 二姐和白纸情同姐妹 白纸如今无端被害 二姐怎么会过得好呢 而且 白纸临终前 职人的凶手竟然是 是 是谁呀 说 是大姐 是 是 是长乐 小姐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在老夫人面前把我们都给暴露了 龙碧只是一时害怕老夫人突然提起白纸 那要怎样 就算白纸现在站在你面前 你也要面不改色 龙碧知道了 我们做的 都是杀头的事 不能有半点破绽 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霸掌 就算是给你长点记性 是 李渔阳 在短短数日 就生为良时 现在 皇上和南安老都越来越喜欢他了 照这样下去 殿下迟早会娶李渔阳 那我所有的努力 都将复制东流 小姐为了殿下 费了那么多心思 可不能就此认输 便依赖那李渔阳 可是我又有什么筹码 去拴住殿下呢 所以你必须要好好想想 这个钥匙 你有没有离开神光 真的没有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就是沐浴的时候都带着的 就是现在 我还带着呢 你要说什么 白痴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要是是李长乐偷的 那就更能证明李长乐 就是杀死太子妃的凶手 李长乐 你杀死太子妃 杀死白痴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李良师 这是刚刚小太监送过来的 是在白痴出事的地方捡到的 是 谢谢你 财萍 李良师 你要多注意身体 不要太难过了 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我们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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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东平王圈地迎私一案 已经亲承出了东平王很多派系官员 可是东平王一直在喊冤枉 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属下身上 就连高洋王也奈何他不得 把我们准备好的证据 找适合的人递上去 同时煽动御史们上奏弹劾他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抓住几位 让东平王再也放不了山 啊 聂子 聂子 竟敢瞒着朕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之事 连王后被谋害一事也是她暗中之事 朕要杀了她 朕要杀了她 所有参与社稷的官员 竟要灭他们三族 皇上息怒 皇爷爷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置气 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你们先退下吧 君儿 慎人 去花园走走 是 俊儿 你知道你的父王是怎么死的吗 父王做错了事 皇爷也杀了他的下属 还将父王关进大牢 父王惊惧 羞愧骄驾 疾病而亡 很多人都这样想 这其中还有隐情吗 当时朕 想杀了他的下属 他来为他的下属求情 朕不但丝毫没有宽恕 还说了很多绝情的话伤了他的心 他磕破了头 哭晕在朕的面前 朕当时没有丝毫的动情 还叫人把他扔出去 两天后 朕出宫视察 朕遇到刺客 朕遇到刺客 有证据显示 刺客是来自太子府的 父王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当时朕极起愤怒 当下把他打入天牢 朕又怒又恨 朕想废了他 杀了他 可是三天之后 就传来消息 说太子疾病而亡 当时朕 觉得心中剧痛 朕遇到刺客 皇儿明明是朕最疼爱的儿子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父王医生当中 最敬重的就是皇爷爷 他绝对不会伤害皇爷爷的 这么多年 朕想了又想 如果当时朕 没有逼皇儿太紧 朕肯听他的解释 也许皇儿就不会 朕真的很后悔 皇爷 这次你皇叔 犯下了很多错误 朕很愤怒 他死有一辜 可是朕想起了你的父亲 朕真的不忍心 再对自己的子孙下手 皇爷爷 决儿明白 不管皇爷爷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决儿都会支持皇爷爷 皇上有旨 皇上有旨 皇子拓跋汉 贬为庶民 自今日起禁闭府中 如奉诏 任何人不得出入 钦此 恭喜殿下 贺喜殿下 如今东平王再也不能对殿下构成威胁 殿下的大事已经成功一半 嫦如特意备了些韭菜 跟殿下一起庆祝 这些都是你亲手做的 是啊 嫦如做的都是殿下爱吃的 那壶酒也是殿下爱饮的 殿下在外忙碌了一天 想必也饿了 快点趁热吃吧 殿下 肠如敬你一杯 殿下 肠如再敬你一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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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还能喝吗 谁说我不能喝啊 那嫦如就再进殿下里吧 嗯 殿下 我不是故意的 啊 啊 嗯 啊 嗯 呀 啊 啊 啊 好 殿下 姐姐最近憔悴了很多 我知道姐姐和白芷感情深厚 白芷出事姐姐一定很难过 可是姐姐一定要振作起来 否则白芷在九泉之下 也会不安心的 这几天我经常梦到 在军兰院的情景 那个时候 君陶和白芷都陪在我身边 虽然我们在一起 遇到很多的困难 可是只要想到 他们陪在我的身边 我的心里面 就从来都没有害怕过 可是现在 就只留下我一个人 不管我是哭还是笑 没有人同我一起 你说的话我都知道 可我心里面就是很难受 看到姐姐难过 我心里也不好受 话说 凶手找到了没有啊 白芷死的时候 白芷死的时候 他手指着李长乐 我知道凶手就是李长乐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让他为白芷偿命 李长乐 放开我 乌鸣 你冷静一点 我已经派人查过了 白芷真的不是李长乐杀的 你相信他不相信我 他一定是买通了那些人 为他作证 白芷临死前 用手指着他 你是看到的 卫阳你别这样 再这样闹下去 与你无异 我忘记了 你已经不是以前 那个拓拔军了 你给我站住 卫阳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你还要去送死的话 我不拦你 我你 你去见皇上 为什么 我要让皇上审理此案 怎么 你怕了吗 怕皇上处置你心爱的夫人 是不是 我知道 白芷的死对你来说打击很大 可是在皇上眼里 白芷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你让皇上去生了一个宫女的案子 一个宫女而已 死了就死了 你以为皇上真的会在意吗 你可不好惹怒了皇上 你连性命都不保 白芷是一个宫女 对你来说她是个宫女 可对我来说她不是 她是我的姐妹 她是我的家人 我明知道她是被害死的 我现在还要当作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吗 好 如果皇上不严查此案 我就亲手杀了李长乐 不管怎么样 我也让她为白芷强命 李维扬 你给我冷静一点 宫女 维扬 你的理智呢 你的智慧呢 为什么我现在看到了 这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女人 你往那个乐观坚强的李维扬呢 维扬 如果你真的要给白芷报仇 就要更冷静 更立志 如果你死了 那白芷就真的是冤死了 你为什么要忽然跟我说这些 你不是一直怀疑 是我杀了太子妃吗 如果现在皇上就处死我 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 相识一程 我不想让你网送了性命 尽此而已 皇后这次害死脱拔汗 更是让皇上动了真怒 若不是高允那死老头劝阻 差一点就废后了 论宠爱 皇后无法跟母妃相比 甜言蜜语对着本宫时有何用处 朝中各部 因为拓拔汗一党的败落 留下了许多空缺 而田埔的官员中 听说没有几个是你的人 儿臣调查过 新任的官员是父皇 高允和几个大臣一起商议的 大都是没有背景的 皇上最近召见高阳王颇勤 朝中又有很多 谨慕太子的旧部 你可要当心了 别刚倒下一个 又来一个 儿臣知道了 本宫只有你一个儿子 怎么样都会替你打算的 母妃的养育之恩 母妃的养育之恩 儿臣时刻铭记才行 对了 最近宫中有很多关于你 和那个李未央的流言蜚语 李未央的身份并不简单 母妃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你不用紧张 本宫只是觉得 是时候替你选妃了 免得你的名头 总是和一些低见之辈 联系在一起 让人笑话 这些时日 李长如经常来我这里 不知 他是否是你心中的正妃人选哪 正妃人选 儿臣自有打算 李长如 侧妃即可 拓跋郡在这么短的时间 找到打倒拓跋汉的证据 由此可见 实力不浅 难道是本王小看了郡儿吗 殿下是否肩膀疼 让长如帮你揉揉吧 本王本来以为 可以借这个案子 接受拓跋汉 在朝中的势力 但突然有人暗中发力 造成现在处处被动 那还不是因为 那个李未央 不管怎么说 殿下都是朝中 最受瞩目的皇子啊 最受瞩目吗 拓跋郡与赤云家联姻 赤云家现如今已没落 李未央 恰巧又是杀死太子妃的凶手 光凭这两件事 她也失事 又拿什么资本跟殿下斗啊 她有皇上的宠爱 身在皇家 她 可以什么都没有 却不能没有皇上的信任 跟宠爱 本王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个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本王还曾经 努力地想尽办法讨她还心 可有她最宠爱的太子在身边 我做什么都白费 都是笑话 殿下不要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只要成为天下至罪 想要什么没有呢 天下至罪 你说得对吗 你说得对吗 东平王之间犯下这么多的错 不错 由现在这个结局 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接下来 就是要让拓拔鱼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没错 殿下 这是仙境官员的名单 我们竭尽全力 也只能把南安王的人 压制到三成 不过剩下的 都是有真材实学的人 要不要我安排 您与他们私下见面 不必了 我需要的 不是为我效忠的下属 而是为朝廷为百姓 真正效忠的官员 他们只需要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 那您就不怕他们 私下被拉拢 那就当是对他们的考验 这是我刚学会写字的时候 父王送给我的第一支笔 殿下 您又想念太子殿下了吗 我总觉得 或许父王的死 没那么简单 我都不会想念太子殿下 我都不会想念太子殿下 我只有今天 我都不要想念太子殿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君 怎么不谈了 我们好久都没有合奏了 你不是说 最喜欢朝露的秦阴吗 我今天累了 就不打扰你的牙齿了 夫君 你也生了 早点休息吧 娘娘 这夜生了天凉 奴婢扶你回房吧 你说 她到底对我有没有感情 如果爱我 为什么会对我这般冷漠 如果不爱 又为什么要娶我进门 殿下还是很关心娘娘的 奴婢想 等娘娘和殿下元朗房 再为殿下生下子女 殿下一定会更加疼爱您的 会吗 一定会的 为了避免上次毒针事件再次发生 我对于贵人送来的衣物 制定了一些新的规矩 新规矩 什么新规矩啊 以后我会让你们分管贵人的衣物 也就是说 自从贵人的衣物送进来开始 直到送回到贵人的手里面为止 这期间都有专人负责 如果出了什么纰漏 就由此人承担 与旁人无忧 那万一是别人陷害的呢 你可以不给他们陷害的机会啊 你们可以找各种方法 哪怕是睡觉的时候抱着衣服 只要你们能够做到滴水不漏 那么他们也就无从下手 你们也不用过于担心 我之所以这么做 也是不想让我们换衣局 再次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 只要让外面知道 我们换衣局一早就有了准备 那么他们也就 达不了我们的主意了 要不然这样的事情 再来个几次 我们的小命 到底还要不要呢 虽然我们都是奴婢 可这性命 毕竟只有一条啊 是 李良使 好了 快去忙吧 是 李姑娘 高阳王殿下有要事找您 姑娘请随我来吧 没想到你这管事宫女还当得四模四样呢 让殿下见笑了 殿下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坚士你必须告诉我 你和南安王到底什么关系 我跟南安王之间的事情 跟殿下有什么关系吗 你先回答我 欢迎局很忙 奴婢先告退了 可这事很重要 殿下已经是有欺世的人了 就不怕惹人非议吗 我跟南安王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 但他很照顾我 人性格毒癖 你不要太相信他 那我能相信谁呢 让我相信殿下您吗 如今就连最低级的宫女 都知道储君将在你和南安王之间缠手 我记得殿下说过 最不喜欢参与到这类纷争当中 而如今看来 殿下已经忘了原本的初衷 希望殿下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我实在是不放心姐姐 特意来看看姐姐 如今看到姐姐终于打起精神来 我也就放心多了 如今也只有嫦如你 是真正关心我的了 大姐也真是太不应该了 姐姐应该多提防她才是 对了 姐姐之前不是说 要请求圣上审理此案 后来怎么样了 谈何容易啊 小姐这里脏了 蓉儿这块手帕真好看 可以借我看看吗 我这是怎么办 你也挺好的 你知道我 我自己对自己的 本来都不是多술 你快要去ata 你快要去哪儿 我收到 Seven 最多的大医学 你还快想去 我快要去哪儿 可否借我两天 我也想去做一条一样的 强小姐说的 小姐喜欢拿去就好了 这种丝帕奴婢多得去了 谢谢了 这花样 这针脚都一模一样 分明就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礼良使 这个就是捡到白纸遗物的小太监 你先下去吧 是 你别害怕 没有别的事 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 这块手帕是你捡到的吗 回顾物的话 是小的捡到的 是在这儿捡到的 不 是在这儿 对了 同时捡到的 还有一只珠钗 我想 也是白纸姑娘出事的时候留下的 那你在这儿之前 有没有见过这块手帕 小的以前一直在这里打扫 没有见过 只有白纸姑娘出事的时候 小的才见到过 我知道了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 提起今天这件事情 是 是 姑姑 下去吧 手帕 在白纸被害之处发现 我一直以为是白纸的 可如果不是白纸的呢 那就应该是凶手的 下人是否答应 我把健康都给你 拥出出了 我保持过 我肯定是否判了 是就可以了 松任主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就流浪在你怀里的国度 我沿你手掌心的纹路 骑成我的追逐 如果你每一遇都挂着孤独 就赴摸让你冰山化成湖 我陪你风得任性浮涂 笑得也模糊 就一眼来变成一种天赋 心跳在你面前有了温度 我为你开始领悟 我为你开始领悟 忘掉明天和假如 幸福就是满足 这一眼来变成一种天赋 不自觉能见你笑话 你哭 我为你有了旅途 不管你天涯几步 我都不在乎 你哭